竹冠 伟大井而生的空中井冠Villa 50-65平 2875-5888 芙圆 超越芙圆之作 竹冠 德国知名眼镜镜片生产厂 OptoVision 欧特镜片 眼睛顶级最佳视觉好选择 真正德国光学科技体验 OptoVision 欧特镜片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卫部仪器书一字号第021243号 及北市微值要字第1093054761号 累积财富好比重数 需要时间与耐心 股神巴菲特也是从小钱开始 慢慢滚出大财富 荣获21座大奖的统一大满贯基金 让你定期定额投资优质台股基金 长期累积财富 零手续费优惠中快搜寻统一大满贯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深够浅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身世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这一段来请教一位跟死神拔河的医生 而不是他自己本身跟死神拔河 而是他为了病人跟死神拔河 这11年来台北农总医师陈一伟 陈医师几乎全年无休 真的很伟大 他一个人包办了全台湾八成的 BNCT的紧急医疗的病例 9成5的脑瘤的案例 那这个国内外被判死刑的头颈癌 脑瘤的病人都向他求救 那这个台湾BNCT为什么这么需要他 我们今天就现身说法 请到了本人在我们节目现场 如果各位要看直播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远见有这一篇报道 陈医师的专访报道 陈医师上面这张照片 跟现在本人真的是差很多 本人现在瘦很多 所以陈医师不断是帮病人跟死神拔合 他自己也致力于长跑跟三帖 我刚刚前面跟陈医师聊 陈医师马上三月份要去参加一个三帖 很厉害的台东的一个三帖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陈医师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最重要的话保健我们自己的身体 同时另外我们今天很重要来谈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科技很发达 电子产品也是充施现在人的生活周遭 由于最常听的就是手机电磁波的这个事情 那到底会不会伤害我们的健康得到癌症呢 今天我们一样要把这个风险的问题来请教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是木马兄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台北荣总陈医伟医师 陈医师是在荣总的肿瘤医学部的放射科 放射治疗科 所以陈医师这么多病人找你 那你会不会很难挂 不会因为从小对医学很有兴趣 特别是觉得肿瘤医学是一个人类医学的一个挑战 所以觉得能够协助到很多临床上需要帮忙的病人 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 我们刚刚讲这个BNCT就是棚中止补或治疗 这个治疗现在普遍在运用吗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治疗现在全世界用最多的是日本 日本在2020年的3月的时候 经过他们厚生劳动省的审核 已经成为正式癌症医疗 所以他们目前到现在已经执行了 差不多三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全国已经治疗可能已经超过500例以上的个案 那这个治疗在去年 如果大家都很喜欢看日剧 有一个叫做派遣女医 Dr.X 大门卫之子 对对对对 白色区 日本的白色区 对对对对 他就是利用一个派遣的女医 打工的女医来讽刺这个医院制度系统的一个不完整 不完美这样子 什么政商勾结 对对对对 那在上一季第七季当中啊 有两集完全都在描述这个蓬中子不获治疗 那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的疫情啊 那主要就是医院的政策希望就是说不必要的手术尽量避免进行 可是有很多肿瘤的病人还是必须要透过手术的方法来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日本他们就觉得这个蓬中子不获治疗 是一个化学性的手术 那它的原理是怎么样 它就是帮肿瘤的病人施打了一个含蓬的药物 那这个含蓬的药物会专一的聚集在肿瘤的位置的地方 那之后我们再透过低剂量的热中子色素去照射这个肿瘤的地方 那这个蓬的元素跟中子结合之后会产生高生物效应的粒子 然后会去把肿瘤做非常有效率的爆破 OK 很精准的对不对 对很精准 而且它是生物靶项 OK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也有照热中子色素 但热中子是低剂量 对 所以这低剂量热中子色素在穿透人体的时候 即便经过了很多正常的组织器官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影响 OKOK 只有达到吃蓬药的肿瘤的位置的地方 它会产生高生物效应的爆破效果 OK 所以日本在这个领域投注了四五十年以上的时间 那么久 对 因为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做人体临床 一直到今天开花结果 那我本人是在2010年的时候花了一年的时间到日本京都大学 去进修学习的这个技术 那跟他们的专家学者做了很深入的交流 那把他们的一些概念带回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得天独厚 正好我们也有这样的设施跟这样的团队 所以我们很顺利的就把这个医疗给推上我们的临床 那现在是只有北荣有吗 目前只有北荣 但是我们的计划是希望把这个技术能力向国内各大医疗院所不断的去教育去推广 让它成为像日本一样 是一个全台湾都能够普遍适用的一个癌症治疗方式 那您刚刚讲说他现在在日本已经是一个正式癌症 还有健保给付 还有健保给付 健康床试验 还有呢就是不断的引进新的技术设备 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个技术在台湾也能生根 像日本一样成为正式的癌症医疗 那我们很高兴的是台湾目前在世界上跟日本 彭忠只不过这条这个领域是并驾齐驱的 是世界上为二的国家 能够持续不断提供这类的病人协助跟照护 所以我们不只帮忙了很多国内的病人 我们也协助到了国际的患者 像我们也治疗过这个澳洲的病人 西班牙的病人 包括日本新加坡 甚至连对岸中国大陆 我们已经协助了超过20例以上的患者 所以全世界的这个患者 因为现在的资讯 这个获得非常充足 所以他们一下子就会搜寻到 台湾具有这个世界优势的医疗模式 那因为日本受限 他们现在已经是正式医疗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个案 去做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由于台湾我们现在还属于试验医疗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申请的方式 跟我们卫福部申请这种恩慈的协助 所以我们可以协助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患者 包括国外的 我们也都能够展现出台湾真的能够帮助国际医疗的一个部分 我知道日本其实那个子子造射走很久了 那您刚讲这个棚中子跟子子之间有什么差一些 子子治疗基本上它是一个粒子性的一个治疗 它就是轻的这个原子核的部分 那这个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执行超过40年以上 有20万以上的人接受过这样的治疗 但是子子治疗最主要它所强调的优势 就是它的剂量分布 有一种叫布拉格风 布拉格风这种剂量的分布的优势 最主要就是剂量进入人体的时候 它不会大量释放出来 而是到了一定深度 比如说肿瘤深度的时候 它的剂量才会出现 所以呢这个剂量只有局限在我们需要治疗的肿瘤部位 对 所以这个影响性对于肿瘤前端跟肿瘤后端的正常组织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影响 那因为传统大家对放射线治疗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恐惧 传统的孤六十啊 这些治疗后遗症很严重 可是时至今日到了我们所谓的粒子治疗的时代 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些直子治疗 可以大幅减低这个放射线治疗所造成对正常组织的伤害影响 所以直子治疗非常有优势 而且已经时至今日世界上有20万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处理 所以它的成熟度很高 那彭中止补或治疗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在试验的阶段 虽然日本已经成功的把它推上临床了 日本治疗现在个案已经超过1000例以上了 那但是距离直子这样成熟的一个状况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国际上面的学会也好 国内或者是日本各个地方不断的这些组织 能够将彭中止补或治疗的概念不断的灌输推广 那将来我们只要把这个技术能够精进的话 一定能够协助到很多临床上面需要协助的患者 这个医学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快速 那当然这个其实也是造福人类 那请教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陈医师 就是基地台跟电磁坡之间的关系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高压电塔 那个基地台的天线插满了屋子 这个会不会得癌症 这个住得太接近高压电塔 我们常常讲说这都是嫌恶设施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 好的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对于电磁坡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 其实基本上我们所住的地球 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电磁场的一个环境 然后包括我们在家中所使用的这些电器 不管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吹风机 电磁炉或者是我们的微波炉等等 这些其实会产生功率的 这个都有电磁波的一个产生 那包括我们每天所使用的这个手机的部分 那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手机需要讯号的传递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基地台 它一个原理就是一个蜂巢式的建构 所谓蜂巢式的建构 就是每个蜂巢的中央都是有一个基地台 那透过基地台与基地台之间 透过讯号的不断的传递 我们可以收到远端的讯号 也可以把我们的讯号往远端去传递 所以基地台等于是我们发展 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产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 那今天大家看到这些基地台 就会觉得说这些高功率的设备 可能对我们人体会有某种程度的伤害影响性 其实我们的国家对这些基地台 它的讯号这些功率 都有非常严格的管控跟要求性存在 比如说这个基地台 我们微型的基地台 它的前端大概八公尺之内 它不能有跟它比它高的 这些建筑设施的存在 那大型的基地台 就是在15公尺之内的大范围之内 不能有比它高的这些建筑物的存在 所以这些基地台它的影响性 基本上对于我们人体来讲 是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控 只要在这些严格的管控之下 其实基本上对我们人体上面 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影响 那有很多民众会去描述说 看到基地台以后 会腰酸背痛 会有热的感觉 或者基本上那个可能是心理作用的影响 会高于它实质上面的一些反应性 这个基地台一靠近就会感觉到热 那这可能也有一点特异功能 确实是 确实是 那刚刚陈医师这样一解释之后 大家其实这种误解可能就澄清了 对不对 但我们还有更多的有关电磁波的相关 要请教陈医师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继续来访问陈医卫医师 买房制产怎么选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我是阮木华 优先锁定捷运市政中心 科学园区旁三大利多家 那个问题等一下要不要广播节目当中 哪个人家 OKOK 红中指还可以用在哪一些癌症 应该每一种都 大部分肿瘤型的应该 需要放射治疗的应该都可以 可是我们目前国内主要开放 是在头颈癌跟脑瘤 头颈癌跟脑瘤 因为这个在目前的医疗的经验 跟过往的临床试验累积的这些数据 是最成熟的 但国际上也有做肝癌 皮肤癌各式各样 其实基本上这个治疗的原理 就是你的肿瘤会吃这个棚药 就有疗效 它要聚集到那边去 但是关键点就是 因为你每一个肿瘤所处在的器官位置不一样 这些组织器官的安全剂量范围 不是一石一地我们马上能够掌握了解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做人体临床试验 去掌握这些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适应证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慢慢的开放推广出来的 其实 那子子龙肿有吗 龙肿做的是重粒子 就是碳粒子 感觉龙肿有一个重粒子 又不一样的东西 又不一样的东西 在那个后面 对靠保医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长庚好像有啊 长庚是子子 目前台灣就是長庚 北醫 台大 那些 台大已經有了嗎 在癌醫中心 在公館這邊 那國台民捐的那種 對對對 可能今年就會開始上路了這樣 那重粒子跟脂子有什麼 重粒子就是強調它用的是碳離子 碳離子是脂子質量的12倍 所以它出權更重 更重 所以它對腫瘤的破壞生物效應力更強 那脂子其實跟我們傳統用的那些 X光的光子治療的療效差不多 它只有減低副作用而已 可是重粒子不一樣 它不但也有那些布拉格風的 劑量分布優勢 我們要回廣播現場了 好 好 這個 九八新聞台 FM98.1 財經一路無發 我是阮木花 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北龍的陳醫瑋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 現身說法 這個最先進的一些 這個放射醫學的部分 那陳醫師呢在北龍 同時是在腫瘤醫學部的放射治療科任職 那陳醫師這個救人無數了 同時呢自己也健身有成 這等下最後來請教陳醫師瘦了十幾公斤 如果各位看到這張照片 跟陳醫師現在本人 剛剛陳醫師一進來說 陳醫師你跟這張照片上面差很多 這個陳醫師刪帖 然後又爬馬拉松 很厲害 那剛剛談到的就是說這個彭種子 我們很多聽眾朋友很有興趣 在上面問了很多問題 比如說有沒有副作用等等 其實我想任何治療藥物都有副作用 只是它的副作用作用大小問題而已 我想這個是等一下也請陳醫師來講 那剛剛既然講到機器台手機 這些電磁波的問題 那就不免問陳醫師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日常生活中 我們其實也接觸到很多電磁波 你剛剛講說那個微波爐麥克風 在ㄟㄟ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盡量走遠一點 我絕對不要去對著他看 走遠一點 就不要受到電磁波的影響 但是免不了還是多少會有 那這個當然跟我們的癌症 成因有沒有關係呢 好 好那因為一般民眾 對於電磁波這個東西 會有相當的一個恐懼心 那我們簡單來介紹一下 輻射其實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游離輻射 一個是非游離輻射 最主要他們的差距就是 這個游離輻射的能量性比較高 那我們的電磁波是屬於 非游離輻射的一個部分 那游離輻射最主要的設施 就是像我們醫院所用的 X光機電腦斷層等等的 還有包括放射線治療 所使用的直線加速器 這個都是游離輻射的設施 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這個電磁波 基本上它的能量比較低 是非游離輻射的一些狀況 那對人體的侵害影響 相對也比較少一點 那只是大家對於電磁波 對身體的這個 致癌性的一個影響 因為國際癌症研究單位 他把這個電磁波 做了一個研究分析之後 他把它歸類在2B等級的一個 致癌性的一個物質 所以2B等級就是 它可能是致癌物 但是沒有直接的證據 OK 懷疑啦 沒有證據 懷疑但是沒有直接證據 而且目前現有的動物實驗 這些沒有辦法去支持 這樣的一個利潤 OK 所以你知道其實國際上面 把它列2B的 還有包括像咖啡 泡菜 也都列在2B裡面 那我們就不能喝咖啡 也不是不能喝啦 不要過量就好 我一天三杯 對 不要過量就好 所以這個東西 咖啡是2B 都是2B 泡菜也是2B 泡菜 那韓國人會撐多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並沒有直接證據 OK 沒有直接證據 那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強調它的概念 就是你不要過於不及 OK 過於不及 對我們人體絕對會造成 某種程度的傷害影響 所以能避則避的意思 能避則避 避量 所有東西都是避量 包括這些電磁波 我們的使用的時間 安全性 就像這個 軟大哥剛剛講 那個電磁爐在用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 我們盡量能夠避開遠一點 對 因為這些劑量的影響 對人體的影響 是跟距離的平方層反比關係 你越遠其實安全度就越高 能閃則閃的意思 能閃則閃 但也不要說 時間過長 對 一定會造成什麼 確實是 另外一個就是手機 我們睡覺的時候 最好不要把手機放在旁邊 當然 盡量避免 大概要隔多遠 隔多遠 我想可能一兩公尺以上 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要抱著手機睡覺 不要抱著手機睡覺 對 這個手機會不會造成 過度使用造成身體的危害 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說 一個明確的時間數據 但是確實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一點 安全時間的那種管控性 你每天24小時都抱著手機不放 這個遲早會對身體造成一些 影響性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些安全管控 但這個就比較麻煩 我們手機常常放在口袋裡面 是 放很久 好啦 以後手機儘量遠一點 那有人問到說 剛剛我們講說 這個BNCT 就是彭中指的 這個放射性的治療 請教陳醫師說 它有沒有副作用 是的 彭中指不會治療 我們最主要主打 它就是一個高生物效應 就是腫瘤破壞效果 但是低正常組織傷害影響 它怎麼樣達到 低正常組織傷害影響 就是它是透過生物把項 來達到腫瘤破壞效果 所以我們基本上 所設計的那個膨藥 只會聚集在 腫瘤的位置的地方 那我們去施造的 這個熱中指射速 它是低劑量 所以即便它穿透了很多 正常組織 對正常組織 不會有太大傷害影響 而是遇到 腫瘤的位置的地方 才會產生爆破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 它對正常組織的安全性 也很高 那跟以前那個孤六十 一照下去一大片 不太一樣 受影響是差很多 孤六十以前 就像機關槍一樣 所經過的地方 就是寸草不生 但是現在十字今日 我們的概念 就是提升高品質的放射線治療 所以一定要把副作用 控管在一個安全的範圍性之下 對呀 像化放療 我們常常講 自癌症就化放療 不然就是切除 是的 那化療的話 現在也走到這個標靶治療 是的 就是要很精準 一定要用對藥 不要說那個補效性的下去 對 那個傷害太大 好 所以這個醫學真的很進步 那進步到今天 這些事情 都是我想我們聽眾朋友 應該要知道的 因為畢竟這個癌症其實 在台灣也算是 越來越多 很多的 尤其你看肺腺癌 肺腺癌 大腸直腸癌 肝癌 都是我們國人常見的癌症疾病 對 那陳醫師如果癌症得到適當的化放療治療 是不是現在目前的存活率就越來越高了 是的 因為現在的醫療技術還有觀念 還有就是我們非常強調多專科團隊合作 OK 多專科團隊合作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醫生都會就他的專業性 去互相的討論 幫病人找出一個最好的治療模式 對 所以現在的治癒的這個成功機率越來越高 OK 我們有人懂 大家聽聽聽到我們這個科學心知醫學心 大家很高興 尾少爺謝謝 最後要來請教陳醫師您 到底怎麼瘦下來的 好 這照片上跟本人真的有一點差距 事實上我以前也是大概70幾公斤 我現在瘦到60幾公斤 但我也要請教一下陳醫師您的方法 好的 因為我們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其實對於身體的這個控制 還有健康性一定要有這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所以我們發現到了一定的中年 就是三高都出現了 就是血壓、血糖、血脂肪 那這個常常看醫生吃藥這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就是開始找比較自然健康的方式 那什麼是自然健康的方式 就是運動 所以我第一個接觸其實就是跑步 就是像跑馬拉松這部分 像平常的話我可能在家中的這個跑步機 對 或是在我們榮腫附近有個黃溪 黃溪 我很喜歡做夜跑的運動 夜跑 對夜跑的運動 是住榮腫附近 住榮腫附近 那養成一個習慣之後 每天跑每天跑 欸 持之以恒以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體重開始穩定的下降 對 那另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你如果想要減重只靠運動 其實是達不到比較完整的成效 最主要關鍵是在食物的節制跟控制 就是飲食的 口腹之欲也要控制 口腹之欲也要控制 因為減重我們覺得成功 七成是靠飲食的節制的部分 三成靠運動 因為我們現在實在美食太多了 誘惑太多了 如果沒辦法控制這個飲食的這個控制的話 其實你要達到有效的減重 是會有一些困難度 那像我本身 我是採用一個叫168的方式 就是飲食只有在一天的8小時之內 其他16個小時除了飲水之外 是不會去接觸任何熱量食物的部分 好的 這個雜誌上面都有寫到陳醫師減肥 今天大家上網猜一猜就知道了 很厲害 不是只有減肥 而且還是健身 增重 增肌肉的重量 減掉脂肪 這個才是增肢減 增肌減脂才是關鍵 那最後請教陳醫師 如果我們剛剛要談到這些基地台 電磁波的資料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單位可以找 或者說有些緊急狀況 有沒有一些電話可以查詢 好的 那因為我們國內這種屬於 非游離輻射電磁波 主管的單位 是行政院 我們的環保署 環保署 跟我們控管這個游離輻射的 這個原能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需要一些電磁波的資料的話 特別是它的法規相關 環保署的相關的這個網站上面 是可以查詢到這樣的一個資料 那另外的話 對於電磁波對人體的影響性 在我們的這個衛福部的這個 國民健康署的網頁上面 也可以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那包括我們的國家這個通訊 這個委員會 NCC的這個部分 也有很多電磁波的資訊可以提供 可以提供 所以民眾如果對這方面的資訊 有疑慮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朝向這幾個單位上面 去多接觸了解 就可以獲得它的資訊 所以環保署嗎 你不要打訊圓能會 不一樣 圓能會是這個 這個 游離輻射 這個核電廠 核電廠的 對 有些人圓能會也蠻忙的 所以你最近不要打訊給他們 另外還有一個查詢電話 我們也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一個0800580010的一個免費查詢電話 大家也可以上網來 我們官網來看一下 想更進一步了解 今天節目中介紹的內容 歡迎播打電台專輯